哎我跟你们说个真实的事啊 就我老公 我大胖媳妇 曾经因为性骚扰 差点被学校开除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就这家丑都让我外扬了 是因为今天我要说一个很严肃的事 那年他是初一 就大概十二三岁吧 咋个事呢 就是他们的 就是加拿大日 属于他的国庆日吧 学校有个鼓乐队表演 大型的文艺表演 他呢作为鼓乐对手 被安排到了第一排 吹黑管 哎呀给他乐得 特别自豪 天天就在家练呢 在家吹 给他奶人都吹走了嘛 好不容易马上要演出了 老师觉得这几个前排的小男孩 太调皮好动 给他们换到后边去了 换前面来的是几个 漂亮的穿着小短裙的女生 然后这其中有一个女生 好像以前就跟他有过什么过节 这时候就来气我大胖媳妇的 你看我站前边 气死你还跳 这个十二岁的 我大胖媳妇就不高兴了 信心你去你练的哪比我好 你凭啥站我前边 我上后边去 你多个啥 你不就穿个裙子露个腿吗 咱也不知道 他这脑回路是怎么运作的 行行的他就站在这几个女生面前 把校服裤脱了 一边脱一边说 不就露腿吗 我也能全露出来 然后人类女生就告老师了 哎妈这事闹得老大了 我公公婆婆全被叫到学校去 全家给人家那女生道歉 还得写道歉书 然后他被停学在家反省 不光是孩子需要反省 家长为的需要反省 你在教育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他当众脱裤子 然后他被学校一张队给开除了 全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能表演 就他不能 并且被学校警告 他再有一次类似的事发生 就直接被学校开除 反正整个过程 学校就非常严厉 反复警告的 你现在之所以 不用承担法律后果 仅仅是因为你未成年 要不然就是恶劣的性骚扰行为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让我当时很不服 就我又没脱他裤子 我又没碰他 你平时说我骚扰我 老师就给他解释 人家不想看你脱裤子 你说别的都没有用 就哪怕你的裤衩是3D的 可以刷短视频 人家不想看 你就是骚扰 这一个教训啊 滚一辈子 真丢人的传出去 一招被蛇咬 终身不骚扰 就后来我俩都结婚多少年了 有一次来铁领 我乃说大脖子疼 让他给按脖子 我老公都恨不得 让我乃签一个 就自愿协议 按个手印 绳子将来告他 就当天吓的嘛 所以你发现没 就这个世界 它没有天然的文明 只有对惩罚的敬畏 它也没有天然的野蛮 只有对不惩罚的侥幸 就人类文明史的 每一次推动 都不是因为呼唤良知成功了 而是惩罚罪恶到位了 反过来说 我跟你说 就我老公的家人 在加拿大 所有的人 他家所有的人 都被车撞过 都经历过车祸 原因都一样 就是对方司机酒驾 为啥呢 因为加拿大酒驾滚的孙 几乎没儿茶 没儿茶就有侥幸心理 所以你看他们不咋敢骚扰 但是敢酒驾 都觉得应该喝了 上路也没事 结果就出现了很多失误 但这种事在咱这不可能 因为这一年酒驾茶太严了 你吃完二斤立直 你都不敢上路 没事到边就站一排 让你车停到边呼气 呼出事的真进去 我开车的时候 碰到茶酒驾的 我还怕的 就我车里有别人喝酒了 我都想给他捂死 我都想让他停止呼吸 停止呼吸 一个恶性的事件发生 刚开始大家就单纯的愤怒 我也是 但我感觉我自己去录 我自己怎么愤怒 它没有啥意义 随着这个事慢慢过去 大家情绪也会逐渐的平复 但是平复了之后 就这个悲惨的事 能不能引发一点改变 其实我身边大多数的女生 都经历过性骚扰 你想解决这个事 唯一的方式 就是让那些想骚扰的人 是真害怕 就很多博主 在这个事发生之后 就发视频说 所以女生一定要学这个防身术 学拳击 把自己练强壮 有毛病吧 给我气的 就我现在如果给我自己练的 就贼耿腹肌帮用 我老公刚真想打我 一屁给我做死 我腹肌练的再硬 也只是在被做死 在那一瞬间 就个腿一下子 个腿一下子 拔块腹肌不及一条法律 事不是怕出来的 人是吓出来的 你看我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我希望拿铁长大的过程中 接受的教育 不是说 你不要摸别的女孩子 这不是好男孩 而是你变摸了人家 要不你进监狱 只有这样 我儿子将来才肯定不会去摸 也只有这样 我女儿将来才不会被摸 对吧 你们能感受到我的走心吗